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不用上班時 最喜歡就是去健身室 我最瘋狂的是一個星期做七天 當然不是每天都做很多小時 可能有時做九個事 可能有時做半個小時 但一定要去 心態就是覺得 好像一個朋友 或者養成了習慣 例如每天起床就擦牙齒 面食做餐一樣養成了習慣 這段時間就去健身室做健身 當玩健身已經有七年 他說只要一天沒有去健身室 都會很不自在 這七年一定有傷 可能手肘、手腕、肩膀、勞損 一定會有 上癮就是受傷 去看治療 但照樣繼續操 當你那一天不做運動的時候 心情好像有點罪咎感 真的欠缺一些事未做 就像牙齒咬 阿當熱愛健身的程度 可以說是將運動 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假設今天很忙 只剩下晚上去健身 但晚上有時有朋友約吃飯 我無論如何都會抽到時間去做 頂多遲去那個飯局 但無論如何都會 我當是運動行先 跟朋友相處一定少了 跟家人相處都少了 有時要犧牲這些 家人都會責任的 有時晚上又出去嗎 又不吃飯嗎 他都想見到我 想和我吃飯 見到幾面東西 就算打風下雨 可能健身室都關掉了 在家裏做運動 可能做腹肌的訓練 我覺得起碼交代了給自己 阿當說自己做運動做到上癮 實際上又有沒有什麼標準 去界定做運動去到什麼程度 才算是上癮呢 運動成癮或者運動上癮 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當一個人做運動當中 他是被運動主宰了他的時間 譬如說 我今天編排了7點鐘 黃昏的時候做運動 原來發覺 原來7點鐘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約會 這個約會 很多朋友約了很久 這個階段你怎麼決定呢 如果你決定 就說我一定要做運動 運動很不開心的 那你連那個約會都不去的話 變成這個運動是主宰了你自己的時間表 那去到一件事就是 你沒有什麼彈性給自己的 而是將運動過分於 擺在很高的層次的話 那你要小心 你變成運動的奴隸的話 那你真的運動上癮 但外國就已經有研究 嘗試界定運動成癮 可以用作參考 運動上癮的人 當他們停止運動的時候 會出現焦慮、沮喪 很容易生氣和失眠的情況 他們會難以自我控制 沒辦法減少或者停止運動 又會因為花太多時間做運動 令到社交、工作或者娛樂的時間減少 甚至會因為這樣 而沒辦法實行 或者放棄自己原定的計劃 即使他們知道現在的運動習慣 對身體、心理和人際關係 都造成負面影響 但他們仍然都會堅持這種運動模式 他們也會為了得到運動後的舒暢感 而不斷增加運動量 說到做運動 我們往往都會想起好處 例如是可以鍛鍊身體 舒緩壓力等等 但如果運動成癮 可能是因為有一些我們不為意的原因 在背後作怪 有些人上癮就是怎樣 原來他就是運動的追求快感 因為運動當中 可能會令到我們容易釋放多巴胺 和這個安多芬 令到我們一個人很有滿足感 和很有快感 特別是安多芬 令到我們亡腳痛楚 好像吸毒 令到我們很舒服的感覺 甚至是黑暗地 玩運動很久的人 經常追求這個快感 他慢慢可能每次運動的量就會很高 甚至令到自己受傷 太依賴的話 他很容易出現做不到運動 他很沮喪 心理覺得情緒受到干擾 不開心 甚至會影響到他社交 所以這也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那一些職業運動員 日以繼夜地練習 又是否屬於運動成癮呢 運動員來說 如果叫他休息放假 他會休息 他不會說 我做運動很不舒服 因為運動員的目標 差不多是訓練 差不多等於工作的部分 他跟一般是業餘 我們是透過運動 達到某些手段的話 心態會不同 目標不同 所以運動員來說 往往他做很多運動 他不是上癮 而是他的訓練需要的量 鍾白光本身都很喜歡做運動 他說做運動 最重要是懂得調節 如果那天狀態不太好 例如我睡得不好 我可能不會跑5K 跑4K 甚至是3K 或者將速度更加慢 這個我想是自己 一定要調節 因應自己的需要 和體能情況 調節的話 就不會造成一個運動上癮 他說運動成癮的人 要介運動癮 首先要承認 和面對自己的問題 再調整心態 任何事過火都不是好 運動一樣 但很多人不承認 運動好 我很舒服 我健康 但他不知身體已經受傷 他可以反省 反省的話 他可以調整心態 他不是叫做放棄運動 調整量 讓自己恢復 重新說 我是主宰運動 不要讓運動主宰我 就是可以隔離一個人 熱愛健身的阿當 雖然覺得自己有些運動上癮 但他仍然堅持做運動 但就說會盡量減少自己受傷的機會 下一個教練牌 多一點這方面的知識之後 開始懂得明白 如何分配 例如我手持痛 我的腳沒事 我的腹沒事 我的腹沒事 這樣就可以操一些肌肉 可以避免傷患加劇 運動成癮對身心都會造成傷害 不過中大骨科運動創傷科主任 楊樹恆就說 在香港 運動成癮的肝癌比較少 反而運動過量的現象 就非常普遍 其實運動量沒有一個標準 即是 就算同一個年紀 同一個性別 同一種運動 其實每個人對於量的適應能力 都很不同 因為很取決於你本身自己的體能 或者你身體很多上的基本條件 肌肉力量 你的猶豫度 你的心肺功能 你的耐力等等 都會影響到每一個人 他本身 適合多少做運動 如果做運動會令你出現痛症 就是一個明顯的指標 反映你的運動量可能過多 但是那些很細微的痛 慢慢慢慢 由少少到多些 甚至是越來越嚴重的痛 很多人忽略了 就覺得這些是我的訓練過程 必經的階段 其實這些是很錯的概念 很多時候這些都是隱藏著 例如基建的慢性退化的病變 又或者我們一些軟骨的勞損 又或者是我們一些軟組織的嚴症 其實很多時候痛症 不會是兩天三天就沒有再 甚至會繼續持續 例如跑者室 是一種因為運動過量而引致的常見通症 即是波羅蓋底的軟骨 因為跑步而引致軟骨的磨損 喜歡跑步的人來說都常見 如果你一直都沒有理會 它越來越嚴重 就會出現退化性關節炎 例如生骨刺 軟骨剝落了 而跳躍室就是基建萬聖勞損 這個不是最常出現於跑步的人 而是出現於一些喜歡跳的人 譬如排球、籃球、或者跳遠 甚至足球等 都有時候要跳躍落地 跳躍落地的時候 容易引致到這個情況出現 還有一種是足底筋膜炎 常見於跑步和喜歡跳躍的人身上 醫生提醒 不正視這些痛症 有機會會演變成萬聖勞損 當你做運動的時候 你做得很多很多 不要說成人與否 但你自己都會過量 其實當出現了痛症的時候 應該停一停想一想 為什麼呢 只要你發現得早的時候 適度調整一下 其實痛症可能消失了 你就不會陷入萬聖勞損的情況 謝謝大家